這用軟石堆的喔 對用軟石堆的 而且沒有地基喔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地方啊 很特別是要通往阿老堡灣秘境的一個步道 但感覺跟以前步道好像不太一樣 是不是我覺得這邊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是有什麼故事嗎 三代故事 其實我們你現在 淑冰姐你現在站在這個地方 我們叫做生態石龍步道 它其實就是通往我們說的世界秘境 阿老堡灣的一個路徑 那你現在站在這個步道 我們俗稱叫三代步道 為什麼叫三代 是因為右手邊有一個我們小時候 有很多天然的石頭 我們所謂的一個人叔叔阿姨貝的時候 這叫跳石步道 那這個呢叫做水泥步道 是早期的時候 市政府的時候去蓋的一個水泥步道 那我們希望可以把生態環境 跟觀光油去做個平衡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不要破壞這裡的潮間帶 讓生物多樣性也可以在這邊 可以持續延續下去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生態石龍步道 是用軟石去堆疊的 所以它都沒有地基的 所以它都沒有地基的 然後用鐵網把它框起來 它就變成一個自然天然的步道 我們也請了台大老師 然後海大的老師來看 觀測怎麼樣可以玩得更永續 玩得更安全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一些建制 在大概三年前 所以可以透過這種環境教育的方式 讓人家認識這個地方 然後也把這個地方打開 哇 那聽說你剛剛說這個步道 三年來還歷經很多東北季風 還有颱風的一些考驗 然後結果都很安全 對我們也蠻幸運的 就是說我們當初在建制 其實也蠻挑戰的 因為大家你可以看 我左邊這邊說銀浪面 所以我們應該也是北台灣 第一個在銀浪面 做生態石龍步道的 但是沒想到出乎意料的效果超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卵石跟卵石間不是有縫隙嗎 所以它反而讓來它可以消能 那效果很好 所以我們經歷過好幾年的東北季風 碰過幾次颱風 其實都還蠻OK的 第二個呢 剛好有縫隙 就變成是一個生物的家 它可以穿透 還可以躲在裡面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 釋放的一個方式 我們也在嘗試實驗性的 希望它可以可以一直再延續下去 我透過這個路徑讓它看到這麼好的美景 是 因為透過這個步道就可以去探訪那個秘境了 秘境 還有我們五顆十大守護岩 也在我們的那個秘境阿拉伯灣 嗯 對對 好 那我們這樣走過去 好 技術的喔 這不是一般人擺得了的 對就是開開鋪成這樣 而且你看喔 我故意不把 我們故意不把就是這樣子凹凸的概念 因為你如果弄太平 人家反而會很想說快速走 你就是要讓它慢慢的走 慢慢 小心翼翼的走 對 就感受 那事實上它非常穩固 對它其實很穩固 颱風都沒激況 其實原則上都沒有受到太大的破壞 了解 觀眾朋友如果有機會來到和平島公園 前往阿拉堡灣祕境 參觀奇岩怪石的時候 好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非常具有教育意義的生態石龍步道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喔